三星堆 古蜀文明 给人最深的印象可以总之为两个词 神秘和未知 当你走进三星堆博物馆 心中的疑问只会更多 这些青铜头像的造型 为什么看起来前卫而怪淡 蜀地为什么会出土象牙 创造了三星堆灿烂文化的人 从哪来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文明的地平线 大家好 我是老钱 今天我们来到了三星堆博物馆 今年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来到这里 了解历史文化遗址发掘研究 文物保护修复等情况 神秘的三星堆一时间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三星堆博物馆 我们专门挑选了三件充满着谜团的器物 一件金器 一件玉器 一件青铜器 共同来一场烧脑体验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金器就是黄金权杖 发掘之初 考古学家一度认为这是一条黄金腰带 直到清理完成后 才通过一系列复原发现 原来是黄金权杖 权杖代表着权力 在我们的印象里 古埃及人爱用金杖 而早期中华文明中权力的象征是顶 顶 所谓宇柱顶 定九州 专家将金杖上的金箔 缓缓展开 发现其厚度净薄如蝉翼 很难想象数千年轻的古蜀人 是用合纵方式锤打出金箔来的 仔细观察 上面竟刻有鱼鸟剑和人面文饰 很魔幻吧 我们现代工艺 想在金箔上手工雕刻绘画都十分困难 但是数千年前的古蜀先民 竟然已经掌握了赞克技术 这些文饰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希望更多的考古研究 能早日让金杖之谜 拨开云雾见天日 再看第二件 玉器 玉在古人看来是通神之物 三星堆出土的这块玉章极不寻常 学术界认为 这块玉章表现的内容是 以章四山川 它反映了古蜀人举着玉章 祭祀大山的情景 祭祀可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所谓国之大事在寺于荣 也就是祭祀和战争 但是也有学者对玉章表现的内容 持有不同的意见 固且认为表现的是祭山 但玉章上面的图形同样给人带来了很多疑惑 下层跪着的人和上层站着的人是什么关系 是人与神的关系吗 形丝拇指的图案有何含义 图中的各种图形表现的又是什么 再来看第三件展品 青铜器 残高近四米的青铜神树 可谓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顶流展品 必看打卡地 也是新馆的压轴之作 神树分三层 每层三只 枝上生出花朵 坠着果实 占着九只利鸟 最上面还有一部分没有被挖掘到 考古学家推测 顶端可能挺有一只更大更精美的太阳神鸟 我们将目光移到神树顶部 你会发现它在展出时是靠钢丝来保持平衡 三星堆人是不可能用钢丝使神树来保持平衡的 但考古研究者花了多年时间研究 却依旧无法设计出一个完美方案解决神树的平衡问题 数千年前三星堆人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至今无人知晓 青铜神树在制作上使用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工艺 当时哪有什么焊接工艺啊 三星堆人是怎么把飞禽与其他装饰完美的固定在树枝上了呢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要是你觉得这就足够神奇了 那么惊喜才刚刚开始 这三件文物不过是三星堆众多文物中的代表 三星堆远比我们穷尽想象所能想到的更奇特 更震撼 带着众多疑惑 我们邀请到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宇先生 为我们讲讲他和三星堆的故事 雷宇先生 今天我已经第三次来了 我每次觉得特别神奇和神秘的地方 就是从咱们古代的高人来讲 他有天马行空一样的艺术想象 但是这个东西最后是要落到工艺上 落到制作非常精美的一件一件的器物上 这样的工艺和它想象的结合 在您的研究领域里边 您当时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根据现在的研究 主要是工艺方面的研究 很多东西它都是有非常不同的组合件 比如说复杂型的轻动器 比如说我们的一号轻动神术 然后神坛 然后顶中柜座人像等等 场景式的符合型的轻动器 这牵涉到一个铸造的问题 总体来讲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 本源是来自于中原和长江中游的 这个是已经有定论了 定论了 就是快饭法 就是你来做饭 先做好不同的部件以后 然后把不同的部件套住 嵌住和卯住 都是很专业的 这冶金术语 这个是其他区域的文化里面少见的 三星堆运用的尤其广泛 还有一个到现在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铸造 实际上是跟矿场是有关系的 它一定要有比较丰富的这种铜矿 最后才能最后再冶炼 整个我们成都这一片 或者周边地区 有很丰富的铜矿的矿场吗 对于三星堆的铜矿来源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无解 无解 目前的研究成果 各说各的 包括阴墟也是面与这样的问题 阴墟的铸造的作坊是找到了 在遗址里面都知道是在本地造的 但是矿料到底从哪来 各种说法 三星堆同样的就是 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未解之谜 李白在蜀道南里写道 蜀道之南 难于上青天 残从急于福 开国何茫然 而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赛通人烟 但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 古蜀地有着至今不为人知的 与外界交流的通道 并不是孤悬闭塞之地 我们可以开个脑洞 试想 或许在遥远的古蜀国 有一条神秘古道 青铜原料等物品 就是通过这条古道 来到三星堆所在的地方 这条古道连接了古蜀文明 与中原文明 甚至连接了异域文明 当然 这一切 现在还都只是猜测 我们现在看三星堆 必须将三星堆这种独特的文明 放到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之中 才能更深刻地认识 中华文明 敲黑板 问题又来了 是什么原因 使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突然销声匿迹 很可惜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 关于三星堆文明消失的文字记载 这就给后人的研究 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对此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推论 其中一种认为 可能是外族侵略被完全消灭掉了 第二种认为可能是举国迁移 远回他乡 第三种认为可能是洪水四面 淹没了一切 第四种认为可能是内部斗争 导致国力穿危 但这些都只是猜测 目前也没有直接考古发现的政治支持 所以这些假设都是不完美的解释 三星堆的万种可能 带来太多惊人的意料不到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使曾经真伪莫变的古蜀史 成为了有实物之声的信史 重构了中国青洞时代的文明版图 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 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三星堆考古发现 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 提供了重要佐证 有力地证明了古蜀王国 就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文明 亦是中华文明起源 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考古新发现 提供的资料日益增多 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 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格局 已越来越清晰 2020年9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19届中央政治局 第23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 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 远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提供坚强支撑 三星堆考古 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 相信在未来 通过对三星堆文物的进一步检测 分析 更多关于三星堆的谜题 都将一一揭晓 这个层深埋地下数千年的 古老文明的真实面目 也终会完整展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